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这几点 The Keeper 在大数据和这个JavaE这个体系当中的地位 还有这个应用场景有哪些 The Keeper 这是Hatop 这是大数据里的一个数据分析 数据存储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 在这Hatop里它起到了哪些作用 然后The Keeper的集群的运行模式 还有它的安装部署 然后后边呢 这是多一个 这The Keeper的底层数据结构和坚听器 前面这些内容呢全是一些基础的内容 带大家来认识和了解一下The Keeper这个框架 或者是呢中间键 叫它什么其实都可以 后边呢会有一些实战内容和一些底层的一些技术讲解 比如说像The Keeper的 它底层最核心的JAB协议 还有这个分布式一致性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如何使用The Keeper 去开发一个分布式锁 还有这个最后的这个The Keeper的一些常见的面试题 The Keeper呢 是一个由Java来开发完成的一个技术框架 它最早呢是在Hatop的这个框架里边的一个小的这么一个组件吧 然后呢随着大数据领域的发展 还有大数据当中的一些框架越来越多 很多框架当中都需要一些解决一些这个通用的问题 那把这组Keeper呢就给它给抽象抽出来了 抽成一个独立的一个框架 来在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呢 广泛的应用 比如像Hatop像HBase等等等等 很多框架当中呢都需要这个ZoKeeper 那么需要它去干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课题啊 要给大家讲这个ZoKeeper在大数据 在扎外议题当中的这个地位 以及一些应用场景 好吧 今天主要讲的是就是ZoKeeper 有多少同学 第一次来的呀 就是以前没来听过我讲课的 有没有啊 敲个一让我看一下 可以吧 我会在讲课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跟大家提问题 确保咱们这个课程呢 大家能够吸收或者能理解 才不忘我们在这呢 坐了一个多小时 不是特别多新人是吧 大家都稍微活跃一点啊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清车熟路了是吧 找一个图 有同学如果第一次来的话 没法说话嘛 他这下边提示你 可以点一下那个 什么报名这个课程 然后就可以了 这是咱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以及我们这个学院吧 现在在这给大家讲课的呢 就是我 就是这个 一张帅气的脸 我叫张阳 是优效学院的一名讲师 有11年的工作经验了 这11年的工作经验呢 是在各大中小型公司里边 作为第一线的技术开发 虽然没去过 比较火热的一些 像电商平台啊 像淘宝网 像什么58 像什么京东 但是呢 在这些 之前从业过的一些公司里边呢 也是做一些比较重要的岗位吧 有三家公司 是最近我五年 从业这几家公司 都是网上可查的 最后一家公司呢 是在中式化 做的大数据相关的东西 这是一个上市集团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创业公司 学的技术比较杂 然后什么都会 所以就比较适合 给大家来分享一些东西 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 或者是 对职业上啊 有什么 想要问我的 你可以刻画的加一下 我自己的这个 私人的这个微信啊 这是我的微信 给大家写一下 是这个 这是我个人的微信号 我给大家发到公屏上 好吧 课后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找我 然后这节课呢 应该是有录像的 课后呢 可以找助教老师 要一下我们这个 课上的一些资料啊 一些视频 这些东西 好吧 这是我们优校学院 优校学院呢 是在 上学堂旗下这么一个 全职的一个子公司 专门去 做这个互联网的直播教育 在2006年的时候呢 我们成立了上学堂 然后呢 在 2014年的时候呢 我们成立了这个 在线直播的这么一个 教育平台 叫优校学院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 企业的介绍 优校学院是作为 北京上学堂旗下的一个 专注于在线互联网 直播教育的一个 分公司 那我们呢 也是在腾认课堂 唯一的一家 在线下有在15个城市 所开设 线下学校的一个 培训机构 师资力量和企业的实力呢 应该是 在腾议课堂里边 应该是最大的了吧 我们所在线上授的课呢 有这么两门课 一个是架构师的课程 一个是大数据的课程 两门课程 这两门课程呢 在今年的三月底的时候呢 要统一的上线 就是在三月底的时候 有幸运的话 也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扎尔的高级架构师的课程呢 售价是5980 零基础大数据的课程呢 也是5980 线上和线下的售价呢 是有一点不太 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线上的价格会便宜一点 线下的价格呢 会稍微贵一点 但是所享受的教学的质量 和讲师的资源呢 是一毛一样的 好吧 这是我们的公众号 也可以来 扫一下 给大家 这个几秒钟的时间啊 扫一下 好吧 没有初级吗 初级的也有 初级的呢 只是在我们的这个线下 也可以找助教老师来了解一下 还有我们线上的一些 其他的课程 就是我们那个上学堂的 其他的课程 也有线上 零基础的课程啊 学Java的 好吧 好 那我们开始 今天课程的主要内容啊 就是讲这东西 Zukeeper 现在Java的初期 需要掌握什么 内容 需要多长时间 Java的初级啊 你一定要搞得 相对说扎实一点 时间 没法确定 看你学习的能力 还有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了 对吧 如果脑子比较快 然后肯复苦 肯花时间 在这上面呢 有三个月到五个月的话 应该能达到 你可以去找一份 初级工程师的 这么一个水平吧 Zukeeper面试的时候 被问傻了 是吧 没关系啊 我们在后边呢 会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Zukeeper相关的一个面试题 这个面试题呢 课上如果讲不完的话 你可以 拿回去自己再看一看 有什么 这里边写的不够 不够全面的呢 你可以 课后找我问一下啊 Zukeeper相关的面试题啊 有这些东西 还挺多呢 有25个吧 可能不会讲特别全面 我们先讲一些基础的知识呢 后边呢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 这个面试相关这些东西 这个面试题呢 也是我们的公开课 里边有一节课 专门给大家讲过的 这么一个课程 可以找助教老师 要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课 好吧 好了 我们开始 今天的主要内容了 先进入咱们课程的第一部分 Zukeeper 它是个什么 Zukeeper呢 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 它是从大数据里边 出来这么一个框架 大数据呢 现在也应用比较广泛了 很多公司呢 都已经上线大数据 相关自己的这些产品和应用线了 那么这个大数据 现在有很多Java程序 也已经掌握了其中的大部分技术了 这句话怎么说呢 Java程序去掌握大数据的话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先天的优势的 在大数据的这些框架里边 以Hadoop为首 这里边呢 有很多框架都是拿Java写的 在做大数据相关开发的时候呢 写的代码呢 其实也是Java代码 你学起来呢 会相对轻松一点 但是还有额外的一部分 一部分的这个技术框架 它不是拿Java写的 像用Skyla写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语言 一些小众的这些框架呢 是拿额外的其他语言去写的 那这些可能Java程序 学起来就相对来说困难一点了 不过不重要啊 这个学习框架呢 主要是学习它的理论 还有它这个运行的这些方式 对吧 有一些框架像ZooKeeper呢 我们既可以把它叫成框架 也可以把它叫成叫 我们的一个中间键 对吧 中间键的理解 我们现在先切入的第一个点啊 这个中间键究竟是什么东西 中间键啊 其实就是解决两个系统之间的 这么一个功能的一个 一个组件吧 像ZooKeeper 你就可以把它叫成一个中间键 它不能够完成一个独立的 这么一个功能 它介于两个系统之间 比如这是A系统 这是B系统 你想要去做一些事 你可以完全的 自己在你的系统里边 去开发一些功能 也可以把这个 你开发好这个功能 给它给抽取出来 对吧 让其他的系统 也能够去用这个 你做开发出来 这个独立的模块 独立的功能 那么这呢 其实就已经可以叫中间键了 作为一个系统架构师来说 你所掌握的中间键的 数量的多少 对它的这个理解程度的 深切 其实就代表了一个系统架构师 那么一个水平了 对吧 现在在国内呢 对于系统架构师来说 也没有特别专业的 这么一个 评判技术能力的 这么一个考核标准 所以这个 我们知道的东西越多 我们用过的东西越多 对吧 了解的深入程度呢 更高 那么你可能也就 更值钱一些 有哪些中间键啊 咱们一会儿再给大家讲 咱们先来聊这其中的第一个 就是这个东西 Zookeeper Zookeeper作为一个大数据里边 出来这么一个中间键 或者叫框架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 它是拿Java写的 它的底层语言啊 它是Java实现的 后期的一些开发呢 基于Zookeeper的一些开发呢 也会用到Java语言 这是它的语言上的一个特点 当然啊 你也可以不用Java 因为它是中间键嘛 中间键 这中间它其实是有一个 最好是要有的 这么一个功能的 就是它可以跨语言 因为我多个服务 它不一定是用一门语言去开发的 那我这边如果用JS 去调我这个Zookeeper 能不能调 讲道理说应该也是可以的 对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这个Solar 对吧 Solar Solar是一个搜索引擎嘛 你可以管它叫一个框架 也可以管它叫一个中间键 是吧 你Solar这边可以给我们提供API 我可以拿JS调 我可以拿Java调 我可以拿PHP调 那么Zookeeper同样也是可以的 对吧 你要看你提供这个API 能不能够实现这种通用性了 像Zookeeper Solar 还有一些其他的 像HBase这些矿架 都可以去 跨语言的去调用它 ActiveMQ 对 这也是算是一个中间键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 你拿它自己独立的 去完成什么功能呢 其实 没法去 做出一个独立的应用来 所以管它叫中间键 它介于系统和系统之间 它去解决问题的 对吧 Zookeeper解决的问题呢 是分布式系统当中的一些问题 像Solar解决的问题呢 就是在我们系统当中 需要做一些搜索 或者一些快速检索 数据分析 对吧 还有什么 它底层什么 Losens 对吧 Glosens的 还有很多其他的框架 对吧 像Solar 像ES Elastic 是吧 好 那我们接着说 Zookeeper 它是从大数据里边 出来的一个框架 它出来之后呢 广泛地受到 Java界的这个欢迎 因为之前 没有Zookeeper的时候 想要去处理一些 分布式系统上的一些问题 还是比较麻烦的 比如说哪些问题呢 比如一些分布式系统 当中的一些事物的 这些问题 就是在JavaE这个体系下 分布式系统下的这个事物 是个什么概念呢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 不占用太多时间 假如说我这有一台机器 这台机器里边 我去做一些应用的话呢 也就是对于一些数据的存储 以及分析一些你的请求 然后呢把这些 你的请求想要的东西 我再给你 对吧 如果只有一台机器的话 我们之前做的那些应用 都比较简单的那些应用 不部署在一台机器上 就可以了 一旦你这个台机器啊 遇到了一些瓶颈 比如说网络上的瓶颈 老往这传东西 你就一个十兆的带宽 或者是百兆带宽 那带宽撑不住了 你怎么办 已经不能在单机上 再继续去加带宽了 或者说你的计算资源 已经被厚尽了 CPU对吧 内存 还有我存储空间 对吧 你的瓷盘 对吧 一旦要是在单机上呢 遇到了瓶颈之后 首先会考虑到什么呢 是分布式机构 把一个符棍呢 给它复制出来 搞成多级存储 多级计算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一旦要是有一些数据 传入之后 这里边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处理 一些数据的时候 假设说我们在这呢 有一份数据 想要给这三台机器 去做计算 那在这计算的过程当中 结果会落地到 其中的一台机器 或者是额外的 这么一个地儿 你往这去存的时候 是要经过这个系统的 对吧 那么在存和读的 这个过程当中 就可能会产生一个事物的问题 数据进去了 那再出来 是由这台机器 是由这台机器来处理完成的 那么同时 换一个颜色 你看这个数据 又进了这台机器 它也去处理 产生了一个并发计算的话 并发 这就可能会出一问题 问题就是 一份数据被两台机器所计算 最后往这一个地儿写的时候 最后的结果会被后边的 这个计算的所覆盖 如果你的这台服务器上 还在使用你之前的 这个缓存计算的数据的话 那么这个计算的结果 可能就会变得不那么精确了 啥意思呢 假设说我这是有一个 我们刚才不是有一个老师 是谁 Lucy老师是吧 你看Lucy老师 假设说Lucy老师的 工资等于一个月2000块钱 把Lucy老师的工资呢 通过我的系统呢 做一次重新的计算 考虑一下 她工作年龄 工作了几年了 对吧 自身的年龄有多大 是吧 比如说她已经在我们这儿呢 工作了有三年了 对吧 这都是一些计算需要的数据 对吧 三年 然后身高 一米五五 是吧 然后这个颜值20分 那么经过系统的估算之后 她原来这个工资呢 已经不适用于 她现在的这个条件了 所以后边呢 又有一个结果 给她给计算出来 对吧 那么这一次计算进去之后 出来结果是多少 比如说写这一千五 对吧 这变成一千五了 那么经过一次计算之后 出来结果是一千五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后边在用这数据的时候呢 就用这个数据了 是吧 那如果这个过程在被改变的过程当中 其他机器并没有感知到的话 那么还会再用原始的这份数据 是吧 还会再用原始的这份数据 用原始的这份数据 就可能导致这个 一些数据的错乱 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呢 我要给她发工资了 这边计算结果还没出来 这边工资已经发出去了 是吧 那么在这儿需要干什么呢 在被改变的过程当中 在这儿呢 加一个锁 这个锁的一个标识 就可以标识住 这个数据呢 我们现在正在被修改 正在被修改当中 修改中 在这一个状态 你是不能用这份数据的 对吧 这个东西 这个功能叫什么呢 就叫一个锁 这还没涉及到并发 如果涉及到并发的话 大家如果要是没有这个结果数据的话 当然结果数据也是要重新写回这个原始数据的 是吧 要重新写回原始数据 这份数据还没被写回的话 你是不能够再用这份数据的 对吧 在并发的场景下 这种问题会更多 假如我的一个应用系统当中 去计算一个抢购的一个库存 是吧 我们优效学院招女学 现在有几个美女老师 什么 叫什么Nancy老师 还有一个Lucy老师 是吧 产品就俩 库存都是一 对吧 等于一 那我在扣库存的时候 一旦库存扣不准 就可能把我们这一个女孩 卖给两个人 是吧 在并发的场景下 一旦在扣库存那种情况下 你在扣的时候 一定要确认 你有没有可以扣的这个 余额啊 或者是一个库存数量吧 懂我意思吧 OK 在这就不多说了 这是它是解决我们 分布式系统当中的一些 对于数据的这么一个 分布式的 数据在分布式系统下的 一致性问题 在这其实还可以再多说一嘴啊 不知道大家的这个 技术语名什么样 这里边可能 我讲过的时候啊 可能会说很多这个 之前有同学没接触过的一些词 或者有一些这个 不太不太熟悉 不太清楚这些概念啊 先简单解决 什么叫一致性问题啊 有同学不知道吗 有没有同学不知道 什么叫一致性问题 模糊的啊 什么都算啊 我在课上会给大家提问 如果没问题 你可以打个一 代表OK 如果有点疑问的话 你可以打个二 对吧 就不OK 我可以给你解释一下 好吧 等大家两三秒的时间 一代表OK 没问题 我知道这东西 二呢 代表不OK 来动一动啊 怎么就这么几个人打字啊 什么情况 到底是挂机的吗 这一百多人呢 知之为知之嘛 不知为不知 再说谁也不认识谁 有什么多人的 这一致性问题啊 你看见这词的时候 我看好多同学打二 是吧 你刚开始看见的时候呢 可能感觉这词 好像很厉害啊 其实没啥 它是啥意思呢 你们刚才不是看见了吗 我在计算工资的时候啊 这几台机器产生出 产生这个错误 之间的什么条件下 我在这用的是2000 对吧 2000做计算 最后结果是1500 这台机器给它发工资 肯定会发1500 这是正确数据 这是对的 对吧 但是它在计算的 或者叫什么修改中 这个过程 它是需要时间的 这个修改中 这个时间窗口 如果再有机器 去做这个 任何计算的话 它能用的数据 是什么数据 是不是还是原来这个数据 对吧 在这是需要时间的吗 在这一时间窗口内 我们系统内 所能访问到这个 Lucid的工资 始终就是2000 除非它改完之后 又写回来了 对吧 所以 这台机器 所用的 这个Lucid的工资 是多少 是不是就2000 那你这会儿 做任何计算 都是错的 对吧 这是2000 懂我的意思吧 这就是错的 不是 这样 这就是错的 数据的一致性问题 它是在分布式系统下 或者多机的情况下 才会产生 就是这台机器 认为是1500 这台机器认为是2000 对吧 两个数一样吗 对于同一份数据 肯定是不一样的 它不相当 对吧 不一致 对吧 不一致 所以这就是一致性的问题 想要达成一致的话 我们在中间 得加一锁 这样是不是就一致了 没问题了吧 OK 不多说了 这是在我们 Java机器系统上中 Zukeeper 可能会涉及到的应用 它可以去干嘛呢 去帮我们去开发这个锁 开发锁 本质上呢 也不一定非得用Zukeeper 只是在用Zukeeper的时候 在开发锁的时候呢 会显得更简单一点 更通用一点 那具体怎么开发 我们一会再说啊 还有另外一个场景 它在大数据的这个 整个体系下 这个Zukeeper 起到什么作用呢 给它举两个例子啊 两个框架 第一个框架呢 是我们的这个Hadoop Hadoop呢 大家了解吧 有多少同学 不认识这个东西的 来 认识敲个1 不认识敲个2 有指导没用过的 没有深入了解的都算啊 Hadoop呢 它是大数据里的 一个比较基础的框架 出来这个 时间呢 也很长了 七八年了 在最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掌握这Hadoop 这门技术的话 出去能找一会儿 特别体面 而且金资待遇 也特别高的一个工作啊 现在来说呢 已经很普遍了 如果你现在还没学过Hadoop的话 建议你抽时间呢 可以去学习 学习学习 我们这边也给大家 准备了不少资料 可以找主角老师 来了解一下 Hadoop简单说两句啊 Hadoop呢 它是融合了几大框架的 这么一个 大数据的这么一个 框架集 首先第一个呢 它解决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大数据存储 也是我们在大数据领域的 开源领域里的 最基础的存储框架 叫HDFS 这是它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框架 为什么叫框架集呢 因为它有好几个框架 第二个呢 是大数据计算 这框架叫MapReduce 第三个呢 是分布式的 这个资源协调啊 资源管理 这叫一二 在之前 ZuKeeper也在这个Hadoop这个框架集里 它是干嘛的呢 做这个高可用的协调的 前面这几个框架呢 我们在学大数据的时候呢 再给大家讲 但大致的意思呢 就是这些 ZuKeeper在Hadoop这个体系里 它是做的高可用的协调 在没有ZuKeeper之前 这个Hadoop啊 它有一个特点 它是一个集群式的存储和管理 它有一个主节点 所有的请求呢 全都打到这个主节点上 比如说上传文件 因为它需要干嘛呢 需要去做存储嘛 存储数据的话 把我这些数据文件 传上去 对吧 传上去之后呢 它就能存下来了 存到哪儿 你不能往这一台机上去存 因为它是什么大数据嘛 海量数据 它需要往N多机去存 所以它 它是一个集群 有N多台机器 帮它来同时来存东西 是吧 那这儿呢 这个框架就是Hadoop 跟Eureka差不多嘛 对 Zookkeeper跟Eureka差不多 但也有不一样的地儿 账商文件传上去之后 存下来 这功能太单一了 是吧 太简单了 光存文件还不行 还得完成计算 数据传进来了 越传越多 越传越多 要干嘛呢 数据分析 所有的数据分析呢 其实就是上传一个 我们需要 跑的一个应用程序 还是往那传呢 往这个主节点去传 主节点master 往主节点去传 然后呢 主节点去协调这个工作 具体在哪台机上 去完成计算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主节点 它只有一个 它主有 它只有一个 那也意味着 这可能会产生 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叫 有同学知道吗 叫单点故障 单点故障 这个词呢 可能有同学也没见过 对吧 啥叫单点故障 单点 就是单节点 就一个节点 故障呢 就出问题了 对吧 现在任务当中的例子 是什么呢 我们国家实行 一夫一旗帜 是吧 一夫一旗 都错别字吧 一个男人 只能找一个媳妇 那这是不是只有一个媳妇 如果你老婆 这几天不太方便 是吧 不能吃凉的 是吧 还要喝红糖水 是吧 手里捧着暖宝宝 这是不是出了故障了 有几天的时间 不能用 对吧 一般几天 一般七天就差不多了 他是不是又出故障了 单点故障 对吧 当然这种问题呢 是没法解决的 特殊场景下 你就得等他自愈 是吧 但是呢 在我们的应用系统里 在我们的应用系统里 这一个节点 如果出了故障 你肯定不能等他 那这会儿再去传文件 再去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整个集群都不能用了 是不是 所以怎么搞 搞出一个备份来吧 对吧 整一备胎出来 一模一样的 这么一个master出来 一旦这个master 出了三点故障 他当机了 有问题了 让这台机器 直接顶上 那么这个中间的工作 是谁来协调和完成的 就是由我们的组keeper 来协调和完成的 对吧 这是组keeper 在我们大数据领域里的 第一个应用 是在Hadoo里 第二个呢 这个大家听明白了吗 就是主节点 切换用的 当然你两个master 这不合适 那这边呢 就不能叫master 背机嘛 备胎啊 对吧 这叫啥 这叫slave 懂我意思吧 这是在Hadoop里的 这么一个例子 能听懂吗 能听懂吗 同学们 能听懂吗 能听懂 敲个一 还是老规矩 能听懂 敲个一 听不懂 有疑问 敲个二 可以吧 还有一个东西 刚才有同学说 这讲多了 就像再讲Hadoop了 是吧 讲一讲啊 多吸收点东西 其实也没啥坏处 咱还有时间 还有一个小时之间 去讲这个slavekeeper呢 还有一东西 这个东西 Hbase Hbase它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也是大数据里的一个框架 这个东西和Hadoop 整合起来 就完成了一个什么呢 谷歌的山寨版 谷歌山寨版 谷歌呢 刚开始的时候呢 公布了一篇论文 第一篇论文呢 把它的这个 海量数据存储技术呢 给公布了 叫什么呢 GFS 谷歌的FS FS就是File Setem 简称就FS嘛 然后开源出来之后 所谓的开源出来 其实就是有一人 把它给实践了 对吧 这人呢 这哥们呢 是一俄罗斯人 叫Docating 把它实现成了一个 开源版本的 根据它的论文 实现出来的东西 叫HDFS 那么它的第二篇论文 又公布出来了 把它的分布式计算技术呢 也给它也公布出来了 怎么做的 这个分布式计算 数据存出来 数据已经存了 依托于它的GFS这篇论文 对吧 能存了 但是不能计算 这个好像还不够嘛 对吧 那篇论文呢 出来之后呢 就讲了一下 他们的这个计算方式 它的计算方式 其实就叫MF-16 这个呢 本质上 它是一种计算的 一种计算模型 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框架 对吧 这种计算模型 可以在分布机种当中 在多台机器上呢 来产生这么一个 并发执行这么一个效果 多机做计算 对吧 这就是MF-16 还有一个什么呢 海量数据的快速检索 因为MF-16 它计算起来比较慢 它去找数据的时候 还有在做计算的时候 需要耗时非常长 还有一东西呢 就是比如说 我们在做搜索的时候 我搜索什么关键字 能够一瞬间就能够提交出来 这个技术呢 叫什么Big Table 对吧 这是谷歌用的这么一个 分布式的一个列式的数据库 开源出来之后 实现的就是这种节奏 HBase 这三件套 一旦要是组成到一起 一个谷歌的 不是山寨币啊 怎么什么鬼 一个山寨版就出来了 就能组成一个谷歌的山寨版 完成一个搜索引擎 你想数据存在HDFS里 对吧 复杂的计算呢 用MapReduce去搞 快速的这种检索呢 就用HBase去搞 能理解啥意思吗 HBase完成简单快速搜索 对吧 这是搜索功能 MapReduce呢 是干嘛的呢 根据一些搜索 还有我所收集上的这些数据 干嘛呢 比如说做一个长计算 比较复杂的计算 拙置搜索排名 搜索排名 对吧 这个呢 就不能特别快速 特别简单的 通过一些关键字 来把它给筛选出来了 对吧 需要做一些计算了 对吧 虽然可能这计算 也并不是特别复杂 但是计算呢 还是要做的 所以用这MapReduce 做这件事 对吧 用HBase呢 去完成搜索 HBase 说的有点多了 HBase 其实就是一个数据库 一个劣势数据库 它也是一个分布式系统 它也是有一个主节点 当然主节点这个协调啊 这件事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在这个 Hadoop里呢 有这个主节点的问题 是吧 单节点固扰问题 在这咱就不多说这个单节点固扰问题了 它的这个主节点啊 不光是能够帮我们去分发请求的 它要干嘛呢 去定位数据 主要是干这个的 定位 HBase是存储海量数据的 它的最底层的就是HTFS 主节点定位是什么呢 定位我的这个数据 有可能在哪 做数据分片 它是一个集群式的一个搜索服务 这个机器上 跑的就是具体的HBase 可能会有多个机器 那么在这些HBase 具体跑的这些机器上 会有一定的缓存数据 缓存的热数据 是在内存里存储的 热数据 你查起来 从内存直接就返回回去了嘛 对吧 那么具体这些热数据 在哪台机器上 它也有一定的这个规则 从这个 哪 从我们的Master 也就是主节点 去定位到具体的机器上 热数据呢 每台机器上的存的呢 还不太一样 它有一个分片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 这份数据有这么长 特别大 一台机器上呢 只能存储这么多东西 对吧 这台机器上存这么多 剩下呢 这么多 最后呢 把剩下这一把呢 给放到这些机器上 一二三四 一份特别大的数据 需要四台机器同时存储 那么每台机器上 它的冷数据 有哪些 也是需要做定位的 ZooKeeper 在HBase里 主要做的 主要的工作 主要的作用就是 定位数据 因为它是一个 海量数据的 一个快速检索 热数据在哪 冷数据在哪 ZooKeeper 来帮我们定位 能听到我的意思吗 给这反馈呗 同学们 能听懂吗 没问题的话 敲个一 有问题 敲个二 好吧 OK 那我们继续 ZooKeeper它能干嘛呢 我们已经给它 讲清楚了 对吧 在JavaE体系当中 能干嘛 在大数据领域里 它能干嘛 它是一个消息中间键 它是拿Java来开发的 我们后边 再去做一些开发的时候 也是基于Java来开发的 对吧 还有呢 它在JavaE里能干嘛呢 解决分布式事务问题 对吧 保证我们数据的一致性 这是一些关键字 在大数据领域里呢 它可以干嘛呢 做分布式的协调 还可以干嘛呢 做数据的定位 做数据定位 OK 这是第一点 讲到这儿呢 也就差不多了 什么羊呢 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东西 你是说的这东西吗 一二是吗 咱们在学大数据的时候 再讲这些东西好吧 这个是资源协调 所谓的资源协调 资源指的是啥呀 资源指的 就是我们计算机的硬点 就是内存多少 磁盘 磁房空间 对吧 其实主要指标就这俩 内存和磁盘 还有就是我们的CPU嘛 但是CPU在这 它管不了 主要管的是什么呢 内存和磁盘 我的一个计算 能占用我这台机器 多大内存 它能用多少磁盘 这是由一二来决定的 做资源的协调文理 也就是 比如说我 想存什么东西 你得先去这申请一下 或者我想做什么计算 你也得在这去申请一下 那么这有一个统一的管理 因为机器太多了 你看 这样啊 比如这有四台机器 对吧 那么这四台机器 哪台机器比较忙 哪台机器比较闲 谁知道啊 它忙吗 不知道 对吧 它闲吗 也不知道 它还有多少空间 对吧 还有多少富裕的空间 它有多少内存 是不是都不知道 那怎么让它知道啊 你是不是最好干嘛呢 抽象出来这么一个 嗯 管理的模块 对吧 这个模块干嘛呢 所有的请求 全往这个模块里 先走一遍 比如说 我要存多大的东西 对吧 存十个G的 十个G的数据 对吧 你在这记录一下 比如说第一台机器 存了十个G了 对吧 十个G 那再有请求 又来二十个G 往哪儿存 对吧 那我放在第二台机器 有二十个G 对吧 那如果说 你先预知了 我磁盘空间大小 每台机器一百G 你这儿 这个软件 或者说你这个组件 你的这个功能 模块 是不是就能够 根据你的这个 每台机器的磁盘空间 去帮我们去分配 这个存储的这个位置了 能懂我意思吗 内存也是一样的 内存是在计算的时候 动态申请和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下发的 这个任务 对吧 你用多少内存 OK 我我记录一下 对吧 你想用两个G内存 那么我现在每台机上 只有五个G 那在第一台机上呢 已经跑了一台 它跑了一个应用了 对吧 已经占了这边的 两个G内存了 但是呢 你想要的还是两个G 我已经 那我可以干嘛呢 把这两个G的任务 分配给这台机器 是不是 那另外这台机器呢 已经用了五个G内存 全都占满了 然后这边呢 只用了一个G内存 这哥们呢 啥都没干 你这是不是就可以 写逻辑啊 从一个数组里 把这四台机器 对吧 一二三四 看哪个不太忙 给它取出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样的一个框架 完成硬件资源协调的 我们自己其实也可以实现 这没多难 能懂我意思吗 能懂我意思吧 可以吧 OK 我们来接着讲啊 咱们今儿主要学的 组keeper 第一点 我们就算讲完了 组keeper在大数据 和Java一体当中呢 起到的这个 作用啊 和场景 其实这个地位的重要性 他们也给大家讲 组keeper呢 它是一套独立的一个闭环的系统 它是可以独立运行的 一个服务器端 所以呢 有很多这个开发工作 它就简直比较简单了 它给我提供API 我来调一下就可以了 它不像什么 像Spring 像MyBetis 像这些组件 或者说这些框架 我需要把它集成到我的系统里 你是不是需要 把它这些乍包 倒到自己系统里 对吧 每一个人想要用这个 想用MyBetis的话 调它API的方式是什么呢 通过炸包去调 通过炸包提供API 对吧 像这个组keeper是干嘛呢 它是通过什么呢 协议远程去调 通过网络 是吧 通过网络去调这API 那这样也好处是什么呢 炸包能放在 它能在C元里去用吗 是不是不能用啊 对吧 它能在PHP里去用吗 是不是也不行啊 这样就做到了什么呢 通过网络去调 通过HTTP协议 去调 或者通过它自己的协议 去调 能带来什么好处 就真正的跨平台了 对吧 OK 那么这个 做到这一点之后呢 组keeper 其实它就实现了一套 自己的闭环 它自己的健康程度 它自己的数据的存储 它自己的这个计算资源的分配 对于我们科学端来说啊 或者说对于我们这些 需要 需要这些应用来说呢 就完全没必要去关心 我这组keeper集群的一些状态了 对吧 我只需要提交数据给它 我只需要 拉取数据回来 往这台 机器上 或者这个集群上 去提交请求就可以了 对吧 那些运营 那些复杂的一些工作呢 都已经被屏蔽掉了 这就像我们这个云服务一样啊 我们在用云服务的时候 那些硬件的一些运维 我们直接就屏蔽掉了 对吧 你提供服务 我给你付费 就可以了 是吧 那些底层的细节呢 也被屏蔽掉了 我机器如果当机了 我只需要告诉你 赶紧给我弄好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用组keeper 能够帮我们去完成 很多很多这个 分布式系统里的 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数据的一致性 组keeper呢 也会在自己的内部啊 也有这个 高可用的机制 我们一会儿 给大家来具体的讲 但是这些问题 都给屏蔽掉了之后 我们用它 就会显得更简单一点 对吧 应用部署 以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成本也都很低 在Hadoop当中应用呢 已经给大家讲了 对吧 它是干嘛呢 做我们这个 主层选举用的 同样道理 如果我们自己 在开发另外一个系统的时候 如果你做了这种 单点系统的话 想要做高可用 你完全就可以参考 之前Hadoop是怎么做的 是吧 你把它给模拟出来一份 实现到自己的系统里 其实也就可以了 接下来下边的那种 Squiver集群的运行模式 以及这个 安装部署 我们先带着大家 把这个框架给大家搭起来 大概需要 十来分钟的时间吧 搭这个框架呢 我们在Linux下去搭 现在给大家讲个课 用这个Windows操作机统 是吧 所以我们搞一个 虚拟基础来 框架的安装过程呢 也比较简单 并不是特别复杂 我装的时候呢 可能会稍微快一点 直接就装了 现在的版本呢 用的是3.4.10 只要3.4.G 都差不多 3.5.G 应该也差不多 但是如果要出了4.G的话 我们这个课程 这个文档什么的 可能就要更新了 先第一步呢 准备我们的这个虚拟机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虚拟机 在自己的Windows操作机统下去装 那不推荐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企业里工作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用这个 Windows操作机统的 课件去找助教老师要一下 好吧 再多说一嘴 我们有一位助教老师 应该有两位助教老师 一个是Lucy老师 还有一个这个MISS老师 怎么拼啊 今天Lucy老师不太忙 你可以找Lucy老师 Lucy老师的QQ是这个 41685027 我们有现在的公开课 还有我们的付费的系统学习的课程 有兴趣也可以了解一下 我呢 叫张杨 我的联系方式是这个 这是微信 这是微信 他的呢 这是QQ 这是QQ 当然他也 他应该也有微信 有一个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台机上 把这个QQ给装上 先看一下 这好使不好使 是吧 31.161 对吗 先看能不能上网 果然不能 是吧 看这IP是啥 31.66 应该没问题啊 312.161 网不通啊 什么鬼 看一下 简查一下 这不是BOX是吧 可以 看看 桥接网卡吗 桥接到我现在用的这个网卡上 这个网卡的IP是啥 是 31.66 没问题啊 31.66 应该是没问题的 这个网卡 这个是虚拟网卡 是56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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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怎么不通呢 因为上课这个地儿 跟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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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太一样 那不是防火墙啊 因为这虚拟机我用了好长时间了 这31.66 再 再骑一个 看看这个啥情况 好 那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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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太多好看起来 这应该是不行 嗯 二点儿有得算 这不对 改一下 etcssconfig像ifcfnetworkscriptifcfgeth0 然后这是31.163 31.1 31.1 推出wq 大写不行 wq 然后重启一下网卡 srvnetwork restart 再试一下 pins 163.com 这我这网出问题了吗 这台机器 我这台宿主主机就上网就有点费劲是吧 192.168.3 1.163 什么鬼 31.166.163 算了这个不带大家装了也不在这浪费时间了 课后同学们自己装一下吧 这个流程我带大家看看吧 这个 虚拟机可能出了点问题 带大家来快速的过一下 因为后边还有不少东西呢 这个安装的话 你把这个虚拟机搞好之后 然后这个系统装上 然后呢 这有以下这个几步啊 把这个ipt值给改一下 然后这个虚拟机上网的话呢 嗯 就照我那个设置成桥接网卡 桥接网卡 桥接到你能连接外网的那个网卡 啊 改ip什么怎么改的 这里边记得都挺清楚的了 然后最后测一下的时候呢 就是你的这个 我们这外部的这个宿主主机 能不能拼通我们的虚拟机 然后里边能不能拼通外边 如果都能搞定的话呢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主机名最好要改一下 这些都改完之后呢 重启一下 因为主机名不会当时立即生效 啊 然后防火墙 该关就关了啊 然后host文件呢 也需要改一下 因为在后边呢 可能需要我们用主机名 不用这个直接的ip地址去组织这个集群 当然java必须得装嘛 就jdk 因为thekeeper呢 它是在这个虚拟机里泡的嘛 是吧 嗯 什么31.166已经回复了 防火墙没关吧 防火墙 应该没开防火墙啊 看看啊 算了不看了 没时间了 安装组keeper的时候呢 一共就这么几步 上传解压 这个上传解压之前 你先得找着这个包 是吧 这个组keeper从哪去下载呢 当然去他官网 官网是这儿啊 zookkeeper.apaci.org 这是zookkeeper的官网 是apaci下的一个顶级的一个开源项目 这网络有点问题 上网都这么费劲呢 这是它的官网啊 你看这个图标其实一样的 对吧 从这下载就可以了 是吧 从哪 什么wordzookkeeper wordzookkeeper 它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getting start 下边呢就有一个download 对吧 downloadsookkeeper from release page 就是发布的这么一个页面 download在哪儿download 选一个这个meral 也就是它的这个镜像 这就是下载离职啊 我不知道大家那个网怎么样 我这打开这都要点费劲 下边这几个这个镜像地址的推荐的是吧 随便点一个就能下载了啊 我就不带大家下了 下好之后呢 是一个压缩包 一个tar gz的一个压缩包 然后把这压缩包 传到你的这个虚拟虚拟机上之后 解压缩对吧 命令都写了 解压缩完之后 去修改相关的这些配置 这里边也都记了 重点呢在哪呢 想把它给组织成一个多基的集群的话 走keeper的配置文件里 需要做以下的这几个设置啊 最重要的是这个MyID 我们的组keeper服务器给大家画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拓谱图 它是这样的 这里边也是有主节点的 组keeper里 它的主节点呢 它不叫master 它叫leader 现在我们也在这个企业里边经常能听到的一个叫什么leadership是吧 leader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小的一个管理者 它不是boss是吧 它是在我们工作的这个集体当中的 只是有这么一个人带领着我们一起去干这么一件事是吧 所以它和其他的节点呢是平级的 一般来说在组织这个组keeper集群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大家搞出三个节点 或者是三个以上的这个基数节点 也就是13579啊 是吧 基数节点呢更有利于它在系统出现一些灾电性故障的时候啊 在做选举的时候 更容易这个选举出来一个新的这么一个主节点出来 还有就是在系统刚启动的时候 对吧 基数节点做投票的时候呢 或者给其他系统做投票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出这个结果 假如你有四个节点去做投票的话 搞不好就搞出什么呢 一半一半来 搞出来一半和一半之后 可能就你不太好选择 对吧 但三个节点在做投票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出现分歧的话呢也是2比1 对吧 五个节点呢 4比1 或者3比2 是吧 总会有一个 总会有一方呢 这个得票数呢 会稍微多一点 所以要搞成这个基数节点 是吧 搞成这个基数节点 那每一台机器上呢 需要做一个标识 这个标识就是我们这个课件里给大家写这么一个东西 叫MyID 这个MyID MyID的主要作用就是标识我们服务器的一个编号 标识好编号之后 还有一个功能啊 就是在投票选举的时候 一旦是投票选举出了一些这个 评分的时候 比如说这当了一台机器 组keeper的一个集群啊 当了当了一台机器 就算两台机器了 去做选举 再选一个老大出来 那么我这投一票 投我自己 我这也投一票 也投我自己 那是不是最后谁都选不出来谁 或者说我投你 你投我 互投 对吧 最后还是没有老大 那么在最后 得到了这个评分的时候 就 你就看谁的MyID比较大 这是最后这么一个兜底的一个逻辑 拿MyID去决定这个最后的这个选举的结果 啊 这也是比较 嗯 重要的一个作用 MyID MyID的这个配置啊 他需要写到我们的这个系统磁盘上 去标志这台机器的这个ID号 他是针对于一台机器的一个标识啊 这个标识呢 搞定之后 剩下呢 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这比如说他去存储数据的这个 嗯 去存储数据的这个位置 Data.ir 因为组keeper也是可以存取数据的啊 这也是接下来给大家讲的组keeper的具体的功能 MyID开始随机的吗 不是啊 这MyID是我们手动 去给这些机器的一个标识啊 你给他是1 他就是1 你给他是15 就是15 但两台机器的MyID是不能一样的 好吧 配置里的一些简单的解释啊 这个啊 比如这个ticket time ticket time是干嘛的呢 这个 嗯 我们的这个集群里啊 会有一个 健康检查检查这么一个机制啊 假设说我的一个客户端 去访问组keeper集群 这是蓝色浅蓝色的客户端 去访组keeper集群去干嘛呢 去取数据和存数据 那么连接是经过网络的 那这中间的就可能会有一个超时的时间 这个时间的单位在组keeper里就标记成了什么呢 一个ticket 一个ticket什么呢 是不是一个票 对吧 在这里他形容他形容他 形容他这一个是时间单位啊 这里形容是时间单位 一个ticket代表多少多长时间呢 代表多长时间你可以自己定义 一个ticket代表这写的是默认值2000 单位是meli second 这是毫秒啊 这是毫秒 那么这个时间一个ticket的type 在后边呢可能就会用到了 对吧 在我们synchronization的时候 在做一些什么呢 数据同步的时候 可以允许用多少个ticket来完成 10个 对吧 最小的时间单位是一个ticket 一个ticket代表2000毫秒 它的延迟时间呢是10个ticket 一旦要超过10个ticket之后 我就认为你这台这个任务失效了 懂我意思吧 这是请求 请求在我们的这个 不是啊 不好意思说错了 这是init limit 是吧 init是在我们初始化系统的时候 允许这台机器用多少个ticket 对吧 这个是在一步synchronize 去一步传输数据的时候 允许允许用掉多少个ticket 这个呢 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 数据存储的这个DR 我们现在不知道它具体能干嘛 对吧 然后它的port 它的短火号 2181 通过rpc去调的 它没给我们提供这个http的这个 嗯 调用方式 没提供这个res res API 那这个datadir 是存储我们zukiper数据的 那zukiper 究竟能存哪些数据 这是我们接下来给他讲的 这个装啊 我就不带大家装了 接下来给他讲什么呢 它的底层的数据结构 好吧 简单回顾一下啊 上面这些东西 安装zukiper呢 比较简单啊 你照着这个文档 一步一步做就可以了 有搞不定的呢 可以去群里啊 或者找我来问一下 我们还有一个公开课的一个群 比如和大家一起来 共同学技术的一些小伙伴们 也可以加一下啊 嗯 它的这个底层数据结构是啥 啊什么 能讲一下这是什么技术吗 这是zukiper吗 zukiper zukiper 既是大数据里的一个框架 又是我们 在java开发的时候呢 可能会用到的这个 一个技术框架 应该有新进来的同学 如果前面的课没赶上的话呢 可以加一下我们助教老师的QQ 然后这个今天的课我也录了 这是我们助教老师的QQ 助教老师Lucy老师 QQ号是41685027 给他贴到这个公屏上 好吧 然后课后下了课之后 我会把今天下午给他上这个课的视频 给他给传到网盘上 其实可能讲不完啊 后边可能还会再讲 后边可能还会再讲 你个学网络都怎么进来了 进来了 来了就坐一会儿嘛 是吧 接着说 zukiper底层的数据结构 和他的这个监听器 它的底层数据结构是啥呢 可以看一下这儿 这张图 它的数据结构呢 类似于我们的文件系统 更确切的说 它比较像Linux的文件系统 如果说它是一个文件系统 嗯 太庞大的话 它其实更像是一个竖型的 一个竖状结构 在它的底层来说呢 它本质上 它其实就是一个竖状结构 它一个根结点 作为它的主结点 Zukiper的文件系统里边 只有一个根结点 它比较像我们的文件系统里 对吧 Linux操作系统里 它也就只有一个根结点 Windows操作系统呢 比较宽容 它允许有多个根结点 是吧 什么C盘 D盘 EFG盘 什么Z盘 对吧 这个 根结点 在Zukiper里 作为最 最原始的一个结点 它不能够存储任何东西 它只是标识了一个路径的一个起始 在根结点之下呢 我们可以创建N多的子结点 一个子结点下呢 还可以再创建N多的不同的子结点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竖状结构 对吧 这是竖根 上面呢 会支差 差下面还会再去分差 是吧 那在分差的过程当中 这些差能干嘛呢 能存储数据 还能维持一定的状态 对吧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首先这个分出来的这些差 我们管它叫节点 我们管它叫节点 或者叫什么 Zukiper的节点 Zk的节点 Zukiper的节点 英文名字叫做什么 英文名字叫做Node 这些节点的作用 第一个就是存东西 对比我们的文件系统来说 对比我们的文件系统来说 再往下 什么 亚洲 是吧 然后 5码 然后 苍老师 合集 下 什么 什么随便瞎打一个什么 SOP 什么 懂我意思吧 你想要找出这个文件的话 这每一个有我们的这个 什么 这个斜杠风格开的 都是节点 都是节点 这前面呢 是跟节点 在Windows操作进程下 它有一个盘幅 在Linux操作进程下 它没这个盘幅 对吧 直接有根节点下的学习资料 下的英语考研 下的新建文件件 那么在学习资料下 不只是有英语考研这个节点 对吧 你还有什么 什么 Java高级 对吧 什么大数据 学习 是吧 还有其他的节点 也就是这是一个根节点 下可以有一个子节点 或者说多个子节点 那子节点下 还可以有子节点 对吧 最后一个节点 是我们正要找的这个东西 那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 或者说在我们文件系统下呢 以斜杠风格的 都是节点 那么这些节点 有的可以直接去存储数据 大家注意看 这个最根的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 是可以存储数据的 对吧 比如说在这呢 什么英语考研下 我还有数据 在这个英语考研下 有什么张雪峰.avi 是吧 张雪峰.avi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中级节点 对吧 在中级节点下也可以存储数据 做keeper下呢 不分能不能存数据的节点 所有的节点都能存数据 就是在这个节点下 学习资料下 你可以存数据 在英语考研下 还可以存数据 相当于啥呢 比较好理解一点 什么呢 在我一个文件下 还能再打开这个文件 里边还有别的文件 那么这个里边的文件 下边还可以再有子节点 对吧 这就是它的书状结构 懂我意思吗 懂我意思吧 它不区分目录和文件 Windows的这种价格 会区分目录和什么呢 文件 这两种类型 对吧 快捷方式 它也是一个文件 目录下不能写数据 在目录 本质的目录上不能写数据 在文件上才能写数据 在文件上才能写数据 在目录上不能写数据 在组keeper上 每一个节点下都可以写数据 就是这个节点 比如叫name service 你可以把你的视频写到这个位置 对吧 那在这个server server1上 你还可以再去写一些数据 懂我意思吗 能听懂吗 刚进来的同学是吧 我们在讲组keeper 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 前面有一些学习资料 你可以找我们的Lucy老师去要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 课堂列表上 你可以找到这个Lucy老师 还可以看见那个miss老师 是吧 这两位老师都可以 好吧 今天的课也录了 前面的内容呢 你可以找他们去要一下 这是它的什么呢 数据结构 底层的数据结构 那么这就是节点 以节点为单位 组成的一个比较庞大的 这么一个数据集 能听懂我啥意思吧 这就是组keeper 底层存数据的具体的方式 有问题吗 同学们 能听懂吗 能听懂我就继续啊 能听懂 敲个1 ok 没问题对吧 那接下来 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 这些节点已经有了 那么我们也知道了 这些节点上能写数据 也就是说我想 这意味着啥 就更具体一点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这个 组keeper集群 对吧 这是一个leader 他能存东西 对吧 我要把数据给leader 比如说就是一个小电影 是吧 一个方号为sop 当然没这方号 应该 下编的啊 什么什么点 mp4 我想把这个东西存进去 你存哪 你得给他一个节点位置 对吧 比如说就是这个节点位置 学学资料下的英语考研下的新建文件 什么亚洲什么什么 不拉不拉 这么长的一个位置 这种终极去存储数据的这个位置 你可以往这去存 对吧 往这去存存进去之后 往外取也是这个路径 或者是节点路径啊 这叫节点路径 通过根节点定位到你最后这个节点啊 就是这么存 就是这么存的 然后他不分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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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和这个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 你这个数据你可以写到这个位置 你也可以写到这个位置 对吧 这一些位置上的这个名称 比如叫苍老师合集 还有你这个方号的名称 他叫什么 他叫节点名称 这叫节点名称 节点名称 对吧 那节点数据是往节点这个定位 通过节点名称去定位到这个节点 然后往这个节点里边去写的 有一点抽象是吧 和我们之前这个文件系统 有一点不一样 对吧 稍微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他是由节点路径 或者是叫什么节点 来组成的这么一个文件结构 那么这个节点 他也有类型 节点总共分为两类 做quiper里的节点啊 一共分为两类 第一类呢 叫永久节点 第二类呢 第二类呢 叫临时节点 永久节点 这比较好理解 我们登录到我们这个quiper上 随便创建一个节点 就create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创建出来 对吧 退出登录 退出登录之后呢 我再登上去 或者别人再登上去 都能够看见的这个节点 这就叫永久节点 对吧 这当然这不涉及全线问题啊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临时节点 临时节点 这个东西啊 需要理解一下 后边在做开发的时候啊 这个临时节点非常重要 组keeper呢 去完成一些监听啊 完成一些协调啊 也是通过这个临时节点 来完成的 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他基于绘画 绘画存在 节点存在 绘画消失 节点消失 节点会自动删除 啊 他是自动删除啊 不需要你手中去删除 这种节点你创建出来 你想要是他消失的话 你得手中去提交一个 delete命令 对吧 把他给删掉 临时节点呢 是不需要这个 发什么命令 只要你退出绘画就可以了 对吧 能理解这是啥意思吗 有多少同学不理解的 给我敲个二 好吧 理解敲个一 不理解敲个二 来给点访讳 能理解敲个一 不理解敲个二 不多是吧 不理解的 咱就不 节省时间啊 就不升降了 对吧 这两种节点 存在 额外还有两种节点 对于每一种节点 其中的每一种节点啊 一个永久节点 一个临时节点 一个扩充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自动编号 刚才有同学说啊 是不是有 听说有四种节点 对吧 其实啊就两种 这个自动编号呢 额外的多的一个功能而已 对吧 比如你在创建一个永久节点的时候 对吧 比如说 创建一个节点 给它一节点名称 这个节点名称 我们换一个颜色啊 比如说创建一个节点 这叫什么 什么小电影 创建这个节点 当你在创建这个节点的时候 给它这节点名称 你需要干嘛呢 让系统帮我们来自动编号 当需要自动编号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啊 我创建一个节点的时候 这个节点是重名的 对吧 这一条命令我发了两次 会创建出来两个节点 而不会报错 这就是带自动编号的节点 后边会 根据当前目录下的节点个数 有好多零啊 加一个一 这是创建的第一个节点 就是小电影 00001 当你再创建一个小电影 这个节点的时候 00002就出来了 带一个自动编号功能 就仅此而已 然后呢 永久节点里边有带自动编号的 有不带自动编号的 临时节点里也有带自动编号的 和不带自动编号的 这就是什么呢 四种节点了 对吧 这PPT的应该也写了 四种节点 其中的两种呢 第一种是Persetent的节点 Persetent节点叫什么 持久化目录节点 不用纠结这个具体描述 理解就可以 它其实就是 就是一种 最普通的 最常见的一种节点 就是我们客户端连到ZoKeeper 创建的节点 连上 创建的完节点 别人都能看见 那么我 这个客户端从ZoKeeper 断开连接 那节点还在 对吧 老师绘画和连接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意思啊 有多少同学需要讲一下这东西的 大耳朵荼荼是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公屏上提出来 我如果看见到 我都会给大家讲的 是这意思 ZoKeeper是一个集群制的 这么一个服务 这里边呢 它是一个独立服务 独立服务器 又是集群制的服务 意味着这是什么呢 它有什么 多级 来帮我们去完成这么一个 完成这么一个服务 对吧 那你想上ZoKeeper上去干点什么事的时候 这就像我们在登录 微博发一条微博一样 你得登进去 对吧 提供你自己的账号密码 或者你有一些不需要账号密码的 就你自己用 对吧 你得登录上去 当你登录上去之后 这就会产生一个绘画 刚才其实有领学商已经说了嘛 这个绘画呢 是基于长连接的 这个长连接的维持是用什么呢 用心跳 用心跳包 不断的像什么呢 你连上我之后 我是不是就知道 你连我的端口和你的IP地址了 IP加Port 对吧 我一直给你这发心跳包 一旦你自己非法断连了 比如说你死机了 或者断线了 我这边可以坚定得到 对吧 我在给你发心跳包的时候 发多少个 如果没有接收到的话 或者没有反应 没有回馈的话 我就认为你自动掉线了 自动下线了 你线上之后 我们的绘画就断了 和绘画相关的这些操作 比如说我创建的这个临时节点 就会被自动删除 和绘画相关的这个临时节点 就会被自动删除 绘画会创建临时节点 还有其他的这个工作 比如说去做监听 这也是我们接下来一会要给大家讲的 监听呢 有一部分也是基于绘画的 对吧 谁监听谁 在我们系统里需要做一次注册 意思是啥呢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有一个数据结构 这里边有这么多节点 这些节点里有一些节点呢 是我比较关心的 比如说这个节点 APP1 这个节点应该被删了 一旦要是被删了 来通知我一下 谁来通知我呢 我们的系统 我们的组keeper来通知我一下 通知谁 通知我 那么我作为一个角色 还有什么事儿 这都是可以干嘛呢 具体实力化的注册到 组织好去注册到 我们的这个组keeper里 完成一个什么呢 事件监听 懂我意思了吗 对吧 那么我去监听这件事 那么我就要站出来 去监听这件事 和这个服务器干嘛呢 保持连接 保持连接 为了什么呢 一旦有事的时候 你来找我嘛 对吧 你能找到我 对吧 那么如果要是这个连接都断了 他能找到你吗 绘画没有了 监听也结束了 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绘画咱们组keeper里的第二个功能啊 监听算法有名字嘛 什么叫监听算法有名字 监听就是一个 叫什么 callback callback回调机制 事件监听回调嘛 这谈不上算法吧 这只是一个咱们编程上的一个 一个模式吧 事件监听模式 observer 对吧 ob observer 这一种机制 或者一种编程模型 或者叫一个设计模式 啊 就这么个东西 哎 刚才咱说到那了 我看看啊 刚才咱说到那了 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节点类型拥有四种对吧 这呢 持久化节点 叫processed ephemeral 临时节点 额外加两种节点 叫secretinal 这是能够对于我们两个节点上额外的一个功能 就是让它自动编号啊 在创建 创建我们的这个节点的时候 你重复名称 允许你创建 就这个意思 那重复创建这个事啊 其实就可以把这个组keeper呢 开发成一个消息队列了 因为有编号的存在呢 我就知道了 我这些节点创建的顺序 它去消费这些数据的时候呢 也可以由这个顺序 来做一个什么的先进先出嘛 是吧 有序号了 这是节点类型和它的数据类型 比较简单吧 是吧 这比较简单吧 再往下看 安装不说了 监听是怎么回事呢 监听的话呢 其实就是 由客户端来发起的一个 对于一些数据的变化 一些事件的一些关心的这些注册 我刚才简单给大家说了一下 客户端的话 是这样的 粘出来 来看一下 这么大只 这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客户端 是我们一个闷方法里 这我们Java写的 对吧 闷方法里 去创建这么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有一个回调 叫Persesses 这个回调呢 会由我们的 ZoKeeper集群来调到我们这 在他调我之前 他得知道有我在 而且他得知道我想要 干嘛 在ZoKeeper集群里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来调我 所以我在这个被他调之前 我要提交一个信息 就是注册一下我这个 所关心 或者说这个 这个这个 想要监听的这个数据 或者是一些事件 对吧 数据呢 就是我们这个数据结构里边 这些节点 一些节点的变化 比如说这个 我们这有一个多节点的 比如apps 下有多个节点 我可以去注册什么呢 监听这个节点下的 子节点的个数变化 有啥用呢 用处就是比如说 我们如果做一个登录器 登录游戏的话 对吧 登录游戏 我们现在这个网通区域 网通大区域 作为一个主分类 在网通区域下 有多少个服务器 12345678910 懂我意思了吧 一旦我这个 有新服务器上线之后 这边随之一块更新 可不可以 那么我这个 游戏登录器 这个口味端 就什么lanter是吧 就登录器 需要感知我服务器端 所能够提供服务的 这个服务器的个数 个数和状态 上线一台新服务器 对吧 我要给它显示出来 下线一个 原来已经存在的服务器 我要把它给剔除掉 状态呢 就是这台服务器可不可用 这台服务器有没有上 是上线还是下线 那就是这个节点里边 所存储的数据 包括这台服务器所登录的人数 一些闲忙的一些状态 对吧 那么这些呢 都可以做到 对吧 那我需要监听 监听什么呢 个数的话呢 去监听我这个副节点 网通区的服务器个数 对吧 懂我意思吧 那这下边就是网通一区 网通二区 网通三区 监听它指节点的个数变化 这有新服务器上线 之后我在这可以接到通知 在接通知之前 我需要去注册注册信息 由组keeper帮我完成 你提交一些注册信息 就可以 注册一个什么信息呢 我的这个 网通区下的指节点 有变化的话 来通知我 对吧 OK 注册完成之后 它是已经知道了 我们扣入端的位置了 我们自己的IP地址和短口号 一旦发生什么事之后 组keeper集群会 利用我们之前这个绘画 来干嘛呢 回调数据给我们 这份数据就是 你所监听的这个 节点或者事件有变化 回调到哪呢 调到我们这个lessner里 lessner里这个 什么processive方法 这个方法就会被 自动的去执行 这就会被 自动去执行 那么在监听的时候呢 你是要提交什么呢 监听的什么 节点 还有什么止节点 还有什么事件 比如连接状态 那这些都可以 好吧 这就是事件监听 它的回调机制 再往下看还有什么呢 这个不说了 它的协议啊 clint会把回调函数 传给dk-server嘛 会的啊 clint呢 本质上 也会由这个 dokeeper 给我们发发起一个 最语言式的 这么一个版本 我们也是通过调他的这个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api 来发起这个网络请求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其实是啥意思呢 就是给我给这个 dokeeper一个回调地址 给提交过去一个回调地址 当产生事件的时候呢 你知道像这个地址里边去调一下 就可以了 当他调起这个地址的时候 我们的服务器 向客户端 是不是要发一个网络请求 网络请求打过来之后 客户端接到这个请求 去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具体处理进哪个方法 在框架这一层呢 dokeeper框架这一层呢 帮我们去完成的 我们需要调它的api就可以了 dokeeper会给我们提供一套api 对吧 这套api呢 比较简单也没什么特别好说的 但是完成一些复杂的功能的话呢 还是比较厚实的 需要自己去再去写一些这个 其他的这些 重复性的代码 也有这个 额外的一个框架比较好用的 叫这个东西 叫creator 叫creator 它自己的api 我们可以看一下 也比较简单 你看pass 对吧 以字符串 为这个路径名称 你传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dokeeper 就是dokeeper这个对象 有这个 判断一下这个pass是否存在 创建节点的话 就一creator 把你这个节点名称给传过去就可以了 把这pass传过去 里边想传的数据传过去 以及你 对于全线管理这个认证机制传过去 最后这是什么 create mode 你创建的这个模式 你是想创建一个什么类型的 对吧 processed的 或者是什么呢 ephemeral的 这种节点 对吧 很简单啊 这个zokeeper的原始api 但是呢 有很多复杂的功能 在我们开发动作中呢 需要写很多重复代码 就完全可以用这个东西 叫creator 这我抽时间带着来讲吧 好吧 今天的时间呢 有点不太够用吧 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 刚才我们都给大家讲啥了 这是zokeeper的这个 回调机制啊 这是回调机制 事件监听 叫observer 对吧 这种效率呢会比较高一点 不需要去干嘛呢 去老轮巡嘛 对吧 去轮巡的话比较消耗网络资源 比较消耗计算资源 这边呢 是我们的这个数据结构 zokeeper的数据结构 它的节点类型 一共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 持久化节点 第二种呢是 临时节点 绘画的产生 是由我们客户端连到zokeeper之后 就开始产生了 在绘画阶段呢 会有一些像监听 和这种临时节点 的影响啊 如果绘画断了 监听 肯定就失效了 然后这个 临时节点呢 也会被自动删除 然后这是 它的这个节点 节点的类型 节点的长度 对吧 节点的整个数据的结构 再往上看 安装的时候呢 一个最重要的事 就是这麦ID 麦ID不能重 对吧 在ZO.CFG里去配的时候 那个文档 课后有兴趣 可以找周教老师要一下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微信 助教老师的微信在这儿 找资料 或者是要一些视频的话 别找我要 好吧 找我们的Lucy老师 这个 这个 一位美女老师 刚才拿大开玩笑的 其实颜值不是20分啊 没那么差劲啊 不是20分的 多少分呢 你猜 你自己看看他照片就知道了 然后再往上看啊 这是这个 其实主要就给大家带了一个入门嘛 Zoockeeper的具体的应用 对吧 HBase里干嘛的 Hadoop里 Zoockeeper能干嘛 是吧 然后再往上看呢 这是 在JavaE里 比如主要是解决这分布置事物 还有一些选举投票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这个Zoockeeper 不会拿Zoockeeper去完成这个 比较大量数据的存储 主要为了协调这个关键字 协调 协调 夸彩 好吧 我们今天的技术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儿 后边呢还有很多的课程 没给大家分享 我们在2019年也想要大干一把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付费的VIP课程 好吧 有一个现实的优惠 上面有优惠卷 可以找Zoockeeper来领一下 感谢大家 剩下的时间呢 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可以再聊几分钟 让我们下课 这个录像我先停了 有后来的同学 可以找Zoockeeper来 要一下咱们今天讲课的录的视频 最好呢 别错过咱们的直播课 因为我跟你讲东西的时候 你随讲随问嘛 有什么问题直接就提出来 对吧 我看见我一定会给你回答的 直播时间现在保持在每天下午 下午 直播时间下午 然后具体什么时候直播呢 加群 或者加我们的助教老师的QQ 让他给你拉到我们的群里 直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 可以加一下Lucy老师 让他给你拉到你的这个QQ群里 这是我的微信 好感谢大家 技术内容就讲到这 顺便时间聊会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